最近有一个网友说腾讯其实连10块钱都不值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说如果有一天腾讯向你每个月收10块钱 你还会还会不会继续来使用微信 答案非常扎心 有90%的网友说我不会再使用微信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现在很多很多人都说我离不开微信 离不开微信 微信是我的唯一结果 每个月向你收10块钱 你呢就不用他了 这也是回答了为什么有很多人问 如果有一天腾讯这座大厦不在了将会如何 大厦不在了就如同森林一样 那会有无数无数个什么碎片 形成新的集结 变成新的东西 或者以前他的潜在的对手会出来 涌现出来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互联网商业的一个迭代更新替换的一个过程 我们今天来客观来看待 腾讯如果收每个月10块钱 这个费用 他的人群将大量的流失 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腾讯真的可以远离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不再用这个微信 我是孙鹤 每天给大家分享 分析有关于创业就业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今天的话题只做探讨 有什么观点 大家可以回复 谢谢 观优优 happened there 养地停 这个 感谢观看